嗨,大家好,我是劉一亨 欢迎介绍我劉一亨专门介绍不动产的频道 我目前主要是介绍中部地区的不动产 而且我的物件数是最多的,没有之一 就可以去比较就知道了 希望你看我们的影片的时候 先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每天都会拍摄商家的物件 那我们现在来到了台中市 旁边这边是国道一号风源交流道 但是这个交流道其实是在神岗区 那他是刚好就在神岗跟风源的交界 神岗跟风源的交界 那这边有一间华夏 华夏要买他是在六楼 在六楼 他顶楼是七楼,所以我们是在次顶楼 我们在次顶楼 那这一间他是原屋矿 屋矿说好真的也不算太好 可是说差他也没有到很差 就是原屋矿里面算中等 但是他的价格是777万 行情价 行情价 为什么要说行情价 因为现在很多都开到 就是这个是没有车位 他没有车位很多都开到将近1000 但是他这个是属于屏数没有说很大 26平吧 26平左右 但是他的室内空间 含阳台大概将近20平 大概20平左右 20平的里面 室内大概20平 他是属于2加1房 2加1房 这是他的第三个房间 就是用这个合室 做成这个合室 因为他这个客厅还蛮宽敞 客厅很宽敞 好的 他有一个落地窗阳台 这边有一个落地窗阳台 那这个落地窗阳台 他这个是朝哪里 我看一下应该是 朝 等一下我看一下 朝 等一下我看一下 朝溪耶 这个落地窗阳台是朝溪 这边是朝溪啊 所以会很会有细晒的问题 但是 细晒也不是说都是缺点 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就是房子不会感到 比较不会发霉 而且 病癌发生的机率比较低 因为太阳一直晒 那个 墙壁里的水分就会被生 比较容易整发掉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间 大略看是没什么壁癌 我们看一下 是他的工位 是他的工位 你可以看到这个 用的这么伤了 有没有壁癌 没有壁癌 这个底下落很干净 很干净 没有任何壁癌 然后看在旁边 都有使用横积 没看到任何的壁癌 这样看是没什么壁癌 然后我们看另外一侧 因为这是他卫浴的后面 这边也是 说有使用横积 这看起来都是有使用横积 没什么壁 看起来是没什么壁 所以 这间还有这个 厨房 厨房墙壁的后面 我们看一下 干干净净 没什么壁癌 所以呢 细塞 这房子 而且他的建筑品质 应该也不会太差 所以感觉没什么壁 虽然里面都很脏 看到这个 我就知道这个用很久了 对 盖子都发黄成这样子 我们看他的厨房 厨房也很旧 这可能也是要换掉 都有使用横积 旁边有一个窗户 细塞 这边也会晒到太阳 这边也会晒到太阳 所以这间很亮喔 这间蛮亮的 然后我们看他的 其中 这是他的第2个房间 第2个房间 这边也是有细塞喔 这边也会有细塞喔 他这边 这边对面是一个社区 这边是一个社区 OK 然后 这边还有一个门 但是这个门我觉得蛮瞎的 那通哪里 就是通到浴室 他本来浴室有设两个门 而且是淋浴间的 对啊 结果他打开来是淋浴间 我看一下 我们看看 这里 这个门打开就是淋浴间 当然你在洗澡的时候 觉得水应该会喷出去吧 这个很旧啊 非常的旧 你可能会想要把它打掉重量 但是不建议 清洁 做清洁就好 因为 目前看不出来他只有 渗水的迹象 如果你把它 那个磁砖敲除重做 难保啊 你找到是比较凉光的 万一做好之后开始渗水 他这边 第三个房间 这样 汤汤汤汤润润润 也是有一个窗户 这边 白天应该蛮凉的 外面 下一洞的洞序很远 所以白天很凉 清洁 我们这间是赤点 所以他算 他下方是那个臭天 但是因为我们这边已经在六楼 所以它也没有遮蔽倒 非常好 今天白天应该都非常的明亮 除了厕所会稍微暗一点 但是其他空间都会很亮 看一看天花板都有一些蜘蛛 但是状况都还不错 轻轻轻就好都有蜘蛛 这边是青钢架 青钢架就比较担心 看看它的原来的 天花板的状况还不错 它原来天花板状况还不错 所以根本不需要这个 为什么要这个 这个我觉得可以拆除 虽然它是有凉柱在中间 可是我觉得没有关系 你这样子弄得这边有点压迫感 就是可以做成那种 弄掉之后旁边有那个光的那个吗 我觉得不需要 就整个把它拆掉 重新拆掉 然后看你装潢的时候 顺便把它拆掉就好 这个盒饰还干干净净的 就是有些像这个贴皮要重贴 贴皮重贴就可以了 当然你要把它拆掉 改成那个厨房 那个餐厅也可以啦 你要做餐厅也是可以的 这个就是一个小空间让你做 那个餐厅和室书房都很适合 小朋友在这边玩耍 当然在这边看电视 还蛮适合的 那这边的状况都还不错 这边还有 看一下 这就是木头了 这个不是凉柱 这个是木头 里面这个木头 这边高度就还蛮够的 这边高度就很够 它就是插在这个凉柱 这个凉柱 那它的热水器在这里 那它的热水器 Sakura 电热水器 但是其实啦 它有天然气 在这里 唯一的一个阳台 它的天然气在这 它有天然气 所以这个不一定要用那个电热水器 因为它觉得太大 放在里面不是 放在这里就好了 用那个 天然气的热水器 那洗衣机就放在这里 洗衣机放在这 但是只能放很小台的 大台的无法 大台的你可能要放厕所 小台的可以放这边 然后这边有衣架 这边可以带衣服 但是这个阳台真的不是很大 而且这三角形的阳台 这边是尖角 这边比较宽 这边比较宽 但是也只能放得下很小台的洗衣机 只能放得下非常小台的洗衣机 那我们看一下 厕所这里 原来洗衣机其实应该是放在这 它本来洗衣机是放在这里 因为如果你要放比较大台 就只能放在这里 因为那个阳台真的太小 阳台太小了 也没有其他解决方式 因为 这个厨房也放不下 也没有阳台 唯一的阳台就是这个小阳台 不到一瓶 不到一瓶 然后 我们这种屏数是26.18屏 组件18.44 阳台1.14屏 阳台只有1.14屏 所以加起来室内20 那是19.6 打19 19.58 19.58屏 将近20屏 的室内空间 好我们下去看看 这里 线路当然是旧的啦 原屋矿 其实线路都是旧的 那我们下去看看吧 我好像忘了关门 床户 我去拍楼梯 一瓶 四 五 樓梯在这 六 一批六 這邊有樓梯,另外一邊也有樓梯 兩個電梯,兩個電梯六戶 一層樓六戶 然後有人會擺那個鞋軌,比較可惜 這邊是低總價的社區 低總價社區一般都不一樣 我們這個沒有車位,777萬沒有車位 沒有車位 好,那B1要去看吧 因為我們沒有車位 對啊,至少會有摩托車 要看一下這些資訊嗎 這個財務報表沒有 總共可以做幾個人 6個人450公斤 看一下地下室 可以停摩托車 很多人 這是機械車位 然後有空位就可以停摩托車 這邊 有人停摩托車在側 它沒有編號 就是好像看到有位置就停 看到有位置就停 為什麼是斜的啊 斜的 少數的設計是這樣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樣不太好 有人停在扯倒 它這個坡道還蠻陡的 坡道還蠻陡的 有點暗 好吧 這個我沒有遙控器 反正我們沒有車位 沒差 沒有車位 我覺得它這個電梯設計的 好 至少地下室有直達 至少它地下室有直達 我們去一樓看看 它沒有管理 沒有管理 因為戶數不足 好 你坐六個人小電梯是450公斤 這邊就是一樓了 一樓馬上出來就是七樓 大部分人都還是存在一樓 有位置就塞這樣 好 我們出來看看 拍一下外觀 好 好 好 我們從這邊出去 嗯 這一條是什麼 我剛剛忘了記 看一下 好 這條是大峰北街 好 這條是大峰北街 好 對 這一條是大峰北街 這一條是 往左转是中山路,往右转是深岗中山路 所以这边是7-11 还有加油站 然后这边直走,这条路直走 就是那个枫原的国道一号交流岛的入口处 这边车流量很大 这边就在交流道旁边,所以车流量非常的大 那这边 中山路18号 所以这一条路大峰北街 往北是枫原中山路 往中是枫原中山路 这边往西 中山路就是属于神岗 所以我们就是在神岗跟枫原的交接处 那虽然我们这边已经算是神岗 但是我们的生活圈 生活技能主要是依靠枫原这边 枫原这边 这一侧有什么呢?枫原这一侧有什么? 有那个 丰富计划区 以后就在那个枫原大道那边 丰富计划区 现在正在盖 以后会有那个 丰富原的国民运动中心 还有金融动政 也会在这里 然后我们的这边 峰原有一间加勒府 也在这附近而已 大概五分钟就可以到加勒府 那我们的是六楼 我们的是六楼 我们刚才看到从对面看过来有一个社区 就是这个社区 所以我们是在这边的六楼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 我们在六楼按掉的这个 所以呢 这个有点明显 我们这边有壁刀 这一侧壁刀 对到我们六楼的那个方向 有一点对到必到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因为我们是在六楼 他们楼层也没到六楼 所以还好 OK 777万低总价的三房 已经是很少见了 非常少见 777万 那还是有很多人 还在 还在过去的回忆里面 以前的房子真的很便宜 还没两三年 还去年而已 有人说去年而已 今年怎么长那么多 很多人都压后知后觉 所以那时候 疫情的时候 我都说会长会长 没有 相信我的人不多 只有极少数的人 把握那个机会 现在都长起来了 现在也是 你也要把握现在的机会 因为以后会更贵 正以后会更贵 你如果不狠下心 不要再去 道听途说 不要再去相信什么新闻 说会跌会跌 真的跌了吗 没有人为你负责 在你负担得起的时候 一定要赶快做决定 房子再烂 再不能接受 只要你负担得起 赶快买 这是 真的惊于良言 很多人 一开始可能刚买 会后悔 可是呢 等到过了一年 两年三年 你再回过头来 即使你在 你被比较中介 骗了 去买了那间房子 过了几年 我过头来 你会感谢 骗你买房子的房仲 但是我不是 我没有要骗你买房子 我也没有要骗你来看房子 我就是实实在在的拍摄 我们 就是 所有的优点缺点 都会跟你讲清楚 跟我买房子的 优势是什么 第一个我们的产权 产教 绝对是做得清清楚楚的 给你 甚至 连屋主自己 或者是地府 不知道的 资讯 我们都会提供给你 你直接跟地府买 不一定会安全 不一定会省钱 有时候 真的买错最贵 我们的资讯最完整 请 请跟我们 买房子 比较安全 当然 我们卖的大部分 都是中古屋 大部分都是中古屋 如果说 你有 你是个完美主义者 凝缺污烂 一定要买最好的 看起来干干净净没有问题的 建议还是买新的 只要你负担得起 当然买新的是最好的 房子比较没有什么问题 中古的 尤其这种一二十年二三十年四五十年的这种旧房子 难免都会有一些小缺失 不要去放大检视 你要去放大检视的话 你真的买不下去 你买了也真的会后悔 不建议 如果你真的是 那种 完美主义的 记得 请买新的 不要买旧的 只要负担得起 当然是越性越好 等会想要去买旧的 就是因为 想要CP值高 想要手褲爪 可是你要买旧的 心里 一定要能过得去 东西一定是有瑕疵有缺点的 没有百分之百 完美无瑕的 百分之百完美无瑕的 价格绝对是 你高攀不起 好 不要高攀得起 那当然就买啦 但是你如果预算有限 记得 出火薄星一定 就是中古的人 你就不要去苛求 他是一百分之百完美 就是这样子 你跟我买房子 要有这样子的认知 我不希望产生过多的纠纷 因为 其实有些人 可能第一次买房子 不了解 所以我才说 你要多看 多听 多比较 我的频道 拍了很多集的物件 你每一集 如果有 有时候看到的话 你心里就有一个底 真的每一间房子都有他的缺点 好 好 然后 我们的物件处最多 你不用出门 我们就带你看遍东部地区 最多的不动产 房地产 土地房子 给你最多的选择跟比较 不怕你买错 也不怕你买后悔 我们全部的拍摄都是一镜到底 一到位前 没有剪辑 没有广角 没有美化 你不要在家里轻轻松松的划手机 划平板 看一个TV的YouTube频道 就可以很清楚明了 知道这个是不是你要的房子 那有喜欢 赶快打电话给我 好 物件不等 我的电话都在我频道的标题上面 都有我的电话 直接打电话给我就好了 希望你会找我服务 希望 你 会 想到买房子 就打电话给我 希望你会选择 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也希望真的房子卖得掉 我们才有业绩 还有收入 有这个重力继续做下去 为你提供更多的资源 更多的房子 这种detail 很多送铁都不想拍的 我们拍给你 好 谢谢你 拜拜